经纪人李姐对我怒吼,陆怀生再闹出绯闻来,你就滚蛋。 我唯唯诺诺挂了电话。 他嘴里的陆怀生,此时正从背后抱住我。 他一边吻我,一边在我耳边轻声嘲讽, 谁能想到,我清高的前女友,如今为了工作,都能陪我睡了呢? 你说,李姐要是知道,你才是真正的狐狸精,会不会活瓜了你?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陆怀生又开始找事了。 记者问他昨晚有没有和刘若安共度凉宵。 刘若安是他现在拍的这部戏《良人归》的女主角。 昨天,他的房间,出来了个和陆怀生穿着打扮都很像的男人。 大家当然怀疑那就是陆怀生了。 但陆怀生昨天晚上没出门,他一晚上都在和我鬼混。 因为我妈做手术,我请假了几天,一回来,他就说小别圣新婚。 但陆怀生没否认,他笑了,还笑得意味深长,非常欠扁。 只有我在旁边干着急,拼命示意他否认。 他挑衅看我一眼,对记者道,你猜,这个视频发出去,可想而知,会掀起什么轩然大波。 他收工,上了车,回酒店。 我在车上赶紧给经纪人李姐打电话,把事情的原委说了。 李姐还能通过关系,把那个记者的视频给拦截了,别发出去。 李姐脾气非常火爆。 一听完,就开始生气,你怎么办事的,我不是叫你在他身边多提点一下吗? 这种事,他都不知道否认,可见你平时没交好。 我付你的薪水可是很高的,不仅是助理的工资, 还要对他这种公众场合开口说话进行培训的。 我只能试试试,都是我的错的道歉。 确实人家给得高。 我也缺钱。 不缺钱,也不会给前任做助理和床扮。 中途李姐让我把电话给陆怀生。 李姐不敢对陆怀生发火。 据说他很有背景。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是啥。 李姐只是好生好气地嘱咐他注意身体和休息。 我,然后电话又回了我的手里。 李姐又说了他的工作安排,给他接了个综艺。 陆怀生最讨厌综艺。 李姐让我说服他接了。 要是成功,会给我奖金。 直到回了房间,李姐才看看说完。 最后,他总结陈词, 他如今是顶流,是万千少女的云男友, 不能和任何一个女的在一起, 不然谁还为他买单。 突然,一双手从后面抱住了我。 我吓了一跳,忙捂住嘴。 好在李姐说完,要是陆怀生再闹出绯闻来, 你就滚蛋后,就挂了电话。 我想挣脱他的手臂, 但他不肯松手。 反而一边吻我,一边道, 你说,李姐要是知道, 你才是真正的狐狸精,会不会活刮了你。 别闹了,偏要闹。 说着,他就又要脱衣服。 跟泰迪似的,我身体还不舒服呢。 我立马推开他,脑怒道, 我还没跟你算账。 你今天乱说什么,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会乱说话吗? 我说什么了? 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我昨晚在哪里,你不知道? 要不要让你重温一下? 神经? 你有病啊, 你不知道给我们造成多大的麻烦吗? 他彻底冷了神色, 随即又嘲讽地扯了扯嘴角, 你清高,你了不起, 你热爱工作,你为人着想。 他一把狠狠把衣服扔地上, 骂道,你他妈的敬业都进到陪劳子上床了, 你真伟大。 我心梗,他死死地瞪着我, 我也死死地瞪着他。 半晌,我捡起他扔的衣服, 去卫生间给他洗。 洗了一半,又开始订外卖。 我妈的微信发来, 问我工作怎么样,要好好注意身体。 我回了我妈微信, 就听到外面有说话的声音。 我赶紧出去一看, 正是刘若安,头发半湿, 水龙头坏了,可以借你的洗个澡吗? 说实话,陆怀生出道两年, 已经红透了半边天。 他什么都搞,唱歌,跳舞, 电视剧,电影,通稿满天飞, 不要钱式地买营销。 现在他知名度很高, 形成了断流式的顶流状态, 很多女明星就想和他炒绯闻, 提升知名度。 当然,有些单纯就是想要发展衣, 夜,情的。 这个刘若安, 昨天估计就是找了演陆怀生替身的演员, 穿了同款衣服制造绯闻, 现在又来。 陆怀生吊铛铛撑着门, 吐了个烟圈在刘若安的脸上。 刘若安捶了他一下, 你讨厌。 我赶紧擦了擦手上的泡沫, 把他扯到一边, 问,刘小姐, 是水龙头坏了吗? 我马上叫酒店经理来修。 刘若安收敛了神色, 对陆怀生道, 你这个助理, 这么晚了, 还要跟着你呀? 他也该休息了吧。 陆怀生戳我挑眉, 说你呢? 我和酒店经理沟通完, 我去你那里, 晚安。 说完, 我就关了门。 我继续去卫生间洗衣服。 他自顾自尽来, 拖得一丝不挂, 然后进去洗澡。 一条内裤差点扔我脸上。 吃了饭, 我收拾垃圾。 他去刷牙, 然后躺床上玩手机。 我对他道, 你别玩手机了, 你那个台词根本背不到, 明天导演又要生气, 对手演员又要阴阳, 你说数字, 你赶紧起来背台词。 他翻了个身, 根本不理我。 心累, 我去洗澡。 想着, 反正我妈的手术也做完了, 之后就是每个月的药钱和透析的钱。 我给陆怀生当牛做马了半年多, 窝囊费也够我和我妈生活挺久了。 要不干脆辞职算了。 反正他天天看着我, 不是阴阳怪气, 就是故意找茬。 而且, 原来没得选, 为了我妈的医药费, 我不得不和他纠缠在一起。 现在, 还是算了吧。 既然都分手了, 就别联系了。 正好辞职了, 也可以多陪陪我妈。 他一个人在老家, 也是孤单。 在娱乐圈工作的压力也很大, 经常作息不稳。 我原来还是很有些雄心壮志, 想要成为一个导演, 然后拍出好的拍子的。 可是残酷的生活和现实, 已经让我的梦想改变, 我只想找个作息规律, 然后收入尚可的工作, 能养得起我自己和我妈, 就够了。 梦想是个奢侈品, 拥有和实现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洗完了澡, 又洗了衣服。 我拿出手机, 盘腿坐在沙发上, 再次算了我的银行卡余额。 至于将来的工作, 这个不是很丑。 我可以做英语辅导老师, 毕竟在国外读过书。 我拿了个毯子, 准备在沙发上睡了。 结果迷迷糊糊时, 有人推我。 我睁眼, 是陆怀生。 他一脸不满, 你什么意思, 脾气比我还大。 我看着他不说话, 他说, 去床上睡。 说着, 就要抱我。 我推他。 他冷笑, 你信不信我, 现在就去刘若安房间。 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去。 我现在就打电话 给李姐辞职。 说着, 我就要打电话。 他来抢我的手机。 我拼命躲, 他拼命抢。 我很快不敌他, 被他按住了手腕。 江南, 你有病, 你生气你就骂我, 你就在这里闷声 不吭想辞职。 大少爷, 我敢骂你吗? 你多生气呀, 大家都要围着你转。 你给我走开, 你不是讨厌我吗? 我现在就走。 嗯, 他恶狠狠地咬上我唇, 一双波光烈焰的桃花眼看着我。 眼睛里是深邃和执拗。 他就像困兽, 拼命想要在纠缠中, 找到一条出路, 做他的助理, 本来不是我的初衷。 我刚开始是在繁星工作, 想要先做助理, 再做经纪人, 等有人人脉和资源后, 再尝试去做幕后工作。 毕竟如果拉不到投资, 根本不可能拍电影。 但我见了繁星没几个月, 繁星就被收购了。 新老板直接把我派给了陆怀生做助理, 他是圈子里出了名的难搞和坏脾气, 前前后后换了几十个助理, 而且他生活要求高, 又有洁癖, 每次出行带一大堆东西。 他见到我的时候, 翻了白眼。 哟, 这不是我的前女友吗? 舍得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死在国外呢。 那时他估计是为了报复, 我当初抛弃他的仇恨。 一天光是要我去买饮料, 我都能跑几十趟。 李姐觉得, 他折腾我, 总比闯祸折腾他们强, 所以对我很满意。 但很快, 他就不满足在小事上给我找茬。 他很快看出我的弱点, 就像当初我们在一起之前 他能拿捏我一样。 他知道李姐不希望他有绯闻, 而我就对他负责。 刚开始, 他在剧组和女演员打情骂俏, 绯闻满天飞。 李姐天天打电话骂我, 让我去拦住他。 我能怎么拦? 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就站他们俩中间。 三个人一起尴尬。 过了几天, 他又开始玩大了。 他收了工, 乖乖回了酒店, 然后吃饭, 洗澡。 我以为他可能就打打游戏什么的。 结果他开始穿戴整齐, 在我猛逼的目光中, 他慢吞吞喷上香水。 然后, 对我灿然一笑, 我要出门了。 那之后, 我每天都要和他殊死搏斗一番。 主要是我死死守住门口, 不让他出去, 他要开门, 非要出去。 然后他就扑向我, 嗯, 那我忍不住了呀, 就你了, 满意了吧。 我挣扎, 他就放开我。 冲我说, 你那点力气能拦住我?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我去找别人, 要么你就乖乖躺下。 那时我妈在医院, 等着手术费。 我看着他那张玩世不公的脸, 直到他, 就是故意等在这里。 我说, 那你以后不会再给我添麻烦, 惹非文。 那就要看你的诚意够不够了。 唉, 反正我们俩每次折腾在一起, 都很奇怪。 第二天, 又有采访, 还是他和刘若安的。 刘若安看到我, 眼神不善。 今天陆怀生很老实, 我叫他别瞎说话, 他也硬了。 我放心, 他们在外面, 我看他热, 就去里面给他拿风扇。 结果我刚进了他单独的化妆间, 刘若安的助理就跟了进来。 他推了一把我, 就是你昨晚坏兰姐的好事。 我冷了脸, 你再推我? 他还真的推了我一把。 估计看我平时在剧组, 都是唯唯诺诺, 跟着陆怀生安前马后, 以后我好欺负了。 我反手就给了他两眼光。 敢惹我, 你活腻了吧? 反正得罪了人, 我他妈就不在这个圈混了。 他被打懵了, 捂住脸, 哭着就跑了。 这种人, 就是欺软怕硬。 我翻了个大白眼, 拿了风扇就出去。 果然, 刘若安的助理正在向他告状。 刘若安又去找陆怀生告状, 陆怀生听得眉头促起。 我一看他, 就是要发疯的前兆。 赶紧过去。 结果他看到我, 立刻问, 你有没有事? 刘若安在旁边不满道, 他当然没事, 他打了我的助理。 我刚想开口。 陆怀生冷冷屁腻他一眼, 那也是, 他该打。 你也该打。 再不滚, 老子抽你。 再敢惹老子的人, 老子让你在娱乐圈查无此人。 刘若安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过了几秒, 多做着嘴问, 他是你什么人, 你这么偏袒他。 我老婆, 你有意见? 我赶紧捂住他的嘴。 但为时已晚。 天, 那些记者已经目瞪口呆了,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铺天盖地的黑料和谩骂, 结果, 陆怀生还舔了舔我的手掌心, 黑亮的眼睛看着我, 一脸求表扬的神情, 我闭了闭眼睛, 赶紧找不, 我们家陆哥对粉丝都是叫老婆大, 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大家看了看我们, 我赶紧示意陆怀生解释。 他翻了个白眼, 晦气, 谁敢欺负我的人, 我揍谁。 今天采访取消, 说完, 他拖着我就走。 好在今天他的工作也拍完了, 说实话, 他这么维护我, 我感觉很暖心, 又不想辞职了。 好在视频虽然发出去了, 但大家都自动脑补, 成了他是对自己人的维护。 晚上他抱着我, 很亲密地吻我, 我也回吻他, 他立刻就兴奋起来。 我忙到, 李姐给你接了个综艺, 再在床上谈工作, 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抱紧他的脖子, 那你弄死我吧。 他笑出一口白牙, 这可是你说的。 楠楠, 楠楠, 他好久没这么叫过我了, 但他原来经常这么叫我。 这天之后, 我们俩的关系缓和了很多, 他不故意找茬, 我也愿意给他的好脸。 陆怀生拍完了良人龟, 又去了综艺。 综艺叫实习恋爱, 就是明星们假装谈恋爱。 之前李姐只是说, 大家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过田园生活, 要一起做饭, 一起下地干活而已。 还以为是个慢生活的综艺。 没想到, 居然是恋爱, 陆怀生黑着脸, 咬牙切齿问, 你就这么想看我和别人谈恋爱。 文液如道, 我不知道是谈恋爱。 他突然靠近我, 呼吸喷在我耳边, 正不想我和别人谈恋爱。 我推了他一下, 他靠在我肩膀上, 打了个哈欠, 让我睡一觉。 车子再往村子驶去, 我看着一晃而过的风景, 也靠着他睡了过去。 到了现场, 才知道和他搭档的, 居然又是刘若安。 这次刘若安还给我送了礼物, 说之前的事是一场误会, 希望我别计较。 我只能说不计较, 但没有收他的礼物。 综艺上, 要他们自力更生, 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反而比较轻松了些, 就在没有录像机的房间休息。 我看了眼外面, 陆怀生已经提着篮子出去摘菜了, 晚上还要自己做饭, 刘若安跟在他身后。 突然, 刘若安滑了一跤, 跌倒在了土梗下面。 唉唉的叫着, 摄影师立刻兴奋了起来。 这次的综艺都是现场直播的。 我看着陆怀生和刘若安的直播间, 观看人数已经破千万了。 弹幕一大半在骂刘若安心机, 一小部分在说陆怀生好帅, 大家都在纷纷猜测 他会不会去扶刘若安时, 他回头看了一眼, 问, 你躺那儿干嘛, 不干活, 晚上没饭吃, 然后就自顾自走了, 就要去摘菜了。 刘若安脸色难堪了一下, 然后娇滴滴倒, 怀生, 我脚扭到了, 帮帮我。 陆怀生看了一眼那个土梗的高度, 很直男道, 我也怕摔跤, 等你能起来的时候再起来吧。 然后他真走了, 还一边拔萝卜, 一边哼着歌, 大家纷纷说他好可爱, 是个钢铁直男, 还说他没长大, 那边刘若安还是坚强地站了起来, 跟着他去摘菜。 期间, 刘若安一直在找话题, 但陆怀生就是不接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有剧组发的饭, 我正想吃的时候, 陆怀生的信息发了过来, 老板都没吃, 你敢吃, 我只能把饭放一边。 直播间, 他放下手机, 又继续做菜, 我还不知道他生活方面都这么全能, 毕竟我们原来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在读书。 后来我做他助理, 他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我还以为他是巨婴, 没想到他做的还挺式的样子, 清蒸鱼, 糖醋排骨, 炒青菜, 大家纷纷感慨, 他把恋爱综艺弄成了美食综艺, 刘若安想进来帮忙, 他直接拒绝, 我做饭, 你洗碗, 然后把厨房的门给锁了, 我看得有点累, 然后就趴床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的时候, 发现有人在摸我的脸, 我睁眼, 就看到陆怀生, 我一惊, 你怎么来了? 他得意洋洋, 小爷我做的饭菜, 可不是谁都能吃的, 说着, 他端出一个碗, 雪白的米饭上, 盖着他刚刚做的菜, 色香味俱全, 我咽了咽口水, 你不是在录综艺吗? 他哼了哼, 是啊, 我要先过来毒死你, 快吃, 我敏纯笑了, 在他的注视下, 我先加了块糖醋排骨尝了尝, 味道很不错, 他撑着下巴看着我, 像一条大狗求表扬, 我加了一筷子肉放他嘴里, 我们俩就这么分, 吃完了一碗饭, 他又对我道, 晚上不要锁门, 我还想说什么, 他直接就走了, 他又回了直播间, 我回看他, 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 偷偷把饭菜给分了一半的, 结果一看, 没把我吓死, 他居然是光明正大分的, 他们直播是要一边做事, 一边和观众聊天的, 弹幕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留一半起来, 结果他直接说, 嗯, 带了只小猫咪, 我一会儿去喂他, 这不是赤裸裸的给自己招黑吗, 谁家猫喂人吃的东西啊, 好在他那群粉丝马上刷屏, 说他有爱心, 想做他的猫, 我感觉他最近越来越颠, 得和他谈谈, 晚上的时候, 他下了直播, 然后整个别墅也安静了下来, 我胆战心惊地等着他过来, 没一会儿, 他换了身衣服, 然后通过进了我的门, 然后把门反锁了, 这样像不像带偷情, 他扑了上来, 我忍耐他的热情, 一边想躲, 一边笑, 他突然对我道, 我们生个孩子吧, 我迷茫地看着他, 他又吻了过来, 你觉得怎么样, 不觉得怎么样, 我们俩现在关系不清不楚的, 而且又都还年轻, 生个屁, 他看着我, 那结婚, 我气笑了, 你的失业不要了, 我要他干嘛, 他的语气特无所谓, 我想到他爸妈, 神色黯然, 他爸妈才不会同意我和他在一起, 当年我们高考完, 陆怀生和我一起说要去考电影学院, 结果他家里不同意, 他大闹了一场, 离家出走来找我, 那时候我们俩感觉, 就跟全世界都和我们为敌似的, 悲凉, 但也特可怜, 我和我妈当时住在出租屋里, 根本没钱, 他身上也没带钱, 他家里把他的卡都停了, 他只能在网吧待着, 那段时间我也出去陪着他, 我其实没想着他要为了我, 或者我们的感情背叛全世界, 但我每次提出让他回家, 没有必要一定要和我一个大学, 他都会非常生气, 我不知道他在执着个什么劲, 后来他爸妈找到我, 他们对我非常客气, 他妈妈说, 楠楠, 我这么叫你, 行吗? 我点点头, 他继续道, 我们俩不是拆散你们的, 只是不想怀生头脑发热, 就冲动行事, 我们给他安排了路, 他原来也不排斥, 只是因为你才要去电影学院, 他对表演没有热情, 也没有天赋, 如果你做了妈妈, 一定能体会我这种心情, 父母总是想让孩子的人生顺利一点, 劝他吗? 他爸爸对我道, 当然, 作为报答,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酬谢, 即使完不成也没关系, 依旧送给你, 听说你的梦想是当一名导演, 这个学校的导演系在知名的, 我相信, 任何一个有导演梦想的人, 都不会拒绝,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其实也是他们委婉地希望我离开陆怀生吧, 他该是小王子, 而不是混迹在酒吧的潦倒少年, 说话呀, 时隔多年, 我们又在一起了, 他推了我一下, 你发什么呆? 我抱住他, 好像在国外孤独的日子, 抓住了一根浮沫, 他拍了拍我的背, 对我道, 那我们等这个工作结束, 就去登记结婚, 我看着他兴致勃勃下眼藏的紧张, 问, 我什么都没有, 你喜欢我什么? 他翻了个白眼, 我眼瞎, 不行吗? 我不想惹他生气, 只能沉默, 你爸妈怎么办? 我问, 他无所谓道, 他们能管我, 我现在自己有钱, 第二天, 陆怀生又端来了饭菜给我, 结果我们两正吃的时候, 门突然被人打开了, 是刘若安, 他惊讶地捂住嘴, 怀生, 我以为你真的是去喂猫呢, 居然是和你小助理一起吃饭啊, 后面还有摄影师, 这现场是直播的, 结合他之前的举动, 想洗白都难了, 我正在飞快思考, 怎么把这件事给掩藏过去, 结果刘若安已经进来了, 他道, 小江这里的风景不错, 坐在窗边吃饭, 确实浪漫呢, 我也来加入你们, 你们不会嫌弃我是电灯泡吧, 陆怀生一把抓住我的手, 当然嫌弃了, 要是不嫌弃, 我们俩能躲着你吃饭吗, 你自己去吃吧, 把碗洗了, 刘若安的脸色瞬间难堪, 不过他恶毒地看了我们一眼, 表情里都藏着流量明星公布恋爱, 还拽什么拽, 得比, 他出去之后, 我赶紧把门锁了, 大意了, 一般我们工作人员的房间是没人会来的, 我紧张到, 怎么办, 能怎么办, 谁说不准谈恋爱的, 你谈恋爱, 你的工作就停摆了, 他还是无所谓的样子, 停就停呗, 你和参加这个综艺吧, 咱们在这里就当度假和官宣了, 他突然兴奋起来, 哎, 对哎, 我这里直接直播我和女友的恋爱日常, 这个官宣方式真的很不错呀, 我惊愕地看着他, 他对我道, 你怕镜头吗, 我摇摇头, 脑子已经荡机了, 他拿出手机要打电话, 看了眼, 说战线, 然后我的手机响了, 他抢了过去, 接通, 理解, 你现在和导演组谈合同, 我要和江南录这个节目, 给你一个小时时间搞定, 说完, 他挂了电话, 又打了一个电话, 喂, 你去给我查查刘若安违法犯罪的事, 给你两个小时, 然后曝光到网上, 我要他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打完电话, 他继续吃饭, 我已经搞不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最后的结果是, 今天大瓜一个接一个, 警号陆怀生公布恋情, 警号警号陆怀生女友, 警号警号江南, 警号警号刘若安偷税漏税, 警号警号良人归, 警号陆怀生此举, 简直是伤第一千, 自损一百, 他和刘若安的剧算是完了, 陆怀生的粉丝开始掉了, 还有战姐脱粉发长文控诉的, 骂我的就更是铺腔盖底, 我作为素人和陆怀生参加节目, 导演组给了很多, 这笔钱也够我生活好多年了, 所以我接, 反正都曝光了, 还不如趁机赚一笔, 我们要去网于陆怀生要牵我的手, 他理直气壮, 这是恋爱节目, 你以为是在寺庙清修呢, 装什么装, 然后拖着我往前走, 我都不敢看弹幕, 偶尔撇一眼, 全是警号江南, 滚出哥哥身边警号, 这个恋爱节目, 就是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奔波, 然后看小情侣能为对方做些什么, 我和陆怀生配合的还算顺利, 一起去打鱼, 挖笋, 然后回家做饭, 因为刘若安爆出了税务问题, 就直接终止了合同, 相当于我顶替了他的位置, 所以我还要被他的粉丝骂, 陆怀生和大家杠上了, 评论越骂我, 他越要表现得腻腻歪歪, 最后直接不看评论, 更加腻腻歪歪, 晚上是参加节目的嘉宾, 端着自己做的饭菜, 在一个长桌上, 大家一起吃, 然后有嘉宾就八卦我和陆怀生, 陆怀生来者不拒, 我这辈子救他了, 他要是不要我了, 我就光一辈子, 我小声道, 你能别胡说吗? 我没胡说, 有个女嘉宾羡慕道,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我们原来高中同学, 后来一起工作就在一起了, 我忙说, 怎么想着公开了, 又有个人问, 这就是明知故问了, 谁不知道是刘若安故意的呀, 陆怀生道, 早就公开了呀, 你们没看前面那个视频, 我说了她是我老婆, 是吧,老婆, 我皮笑肉不笑地 把一块鱼肉夹她碗里, 综艺只需要录十来天就结束, 中间还有些游戏环节, 都很顺利, 我刚开始被全网骂, 第二天, 一地的水军, 全是夸我的, 要么夸我好看, 要么说我和陆怀生般配, 太明显了, 还有我们俩的CP粉, 综艺结束, 我们回了B市, 陆怀生第二天就拉着我去领证, 路上的时候, 我看着窗外的街景, 道, 会不会太快了, 老子等了你六年, 你还说快, 等我快死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快了, 我转头看着她, 认真道, 其实我回来, 也是想找你的, 但我底气没她那么足, 她的选择可以有很多, 而我, 害怕她真的不要我了, 过去的就不要提了, 以后你别离开我就行, 她认真道, 领了结婚证, 她立刻发了个照片官宣, 终于娶到我一直想娶的人了, 兜兜转转, 原来她还是喜欢我, 我握紧了她的手, 翻外, 高中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陆怀生给江南表白, 她拒绝了, 说要学习, 结果这次转头, 就和班上一个男生打得火热, 看得她心头火起, 晚自习第二节课下课, 她拉着江南就要说清楚, 江南莫名其妙, 但她挣扎不开, 又不想和她闹起来, 因为不好看, 陆怀生一路把她拉到了图书馆的角落才停下, 你干嘛呀, 江南很是委屈, 她的手被她捏得痛死了, 陆怀生气愤道, 南南, 你不是说你不谈恋爱吗, 那你和姓赵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俩正常同学关系, 我问她问题, 她找我聊天, 有什么问题, 陆怀生前段时间已经给江南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她天天说喜欢她, 搞得她心神不宁, 而且她也对她有点意思, 虽然她怀疑是谁对她有点意思, 要是对方长得挺好看, 她也会对对方有点意思, 陆怀生无疑是长得最好看的学生, 被那么多女生暗恋, 她被她喜欢, 虚荣心爆棚, 所以也很影响心情, 本来已经说清楚了, 没想到陆怀生又来烦她, 陆怀生简直要气死了, 她怒道, 南南, 你有病吧, 你拒绝我, 去和别的男的打情骂俏, 你对得起我吗? 江南白了她一眼, 扭头就要走, 她就不该和一个神经病说话, 结果陆怀生不依不饶抓住她的手臂, 南南, 你给我说清楚, 说不出清楚, 不准走, 他们俩拉车的时候, 灯突然关了, 然后是门重重关上的声音, 两人一惊, 忙出去看, 只看到窗外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戴着耳机, 悠哉悠哉走了, 他们学校图书馆根本不怎么用, 管理员经常不按照时间就关门了, 也没检查里面有没有学生, 窗户外都是铁栏, 根本翻不出去, 又没带手机, 江南欲哭无泪, 店从外面拉了闸, 他们两只能借着外面微弱的光, 找到长沙发, 坐了下来, 半晌没说话, 周五的晚上, 江南宿舍的室友估计也不会找他, 只以为他回家了, 陆怀生见两人没办法出去了, 心里还有点高兴, 他道, 南南, 正好, 咱们现在时间多, 非得说道说道, 江南生无可恋, 你能不能别烦我了, 我烦你, 他不可置信, 南南, 我怎么烦你了, 我喜欢你, 你这个人, 怎么好赖不分, 我抱住头, 缩在沙发另一边, 他靠过来, 戳了戳我, 你怎么不说话了, 无话可说, 他嘀咕, 那你和姓赵的话那么多, 我悠悠道, 你要怎么样才能不烦我, 南南, 你和我在一起, 我就不烦你, 你帮我学习, 考近年纪前一百, 我就不烦你, 但只有一个沙发, 陆怀生道, 南南, 那你睡吧, 我在旁边站着, 说着, 他真的站了起来, 江南道, 你坐另一边, 我小心不碰着你, 高中生还是经常熬夜的, 江南觉得, 既来之则安之, 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好好睡一觉也行, 他倒不会不信任陆怀生, 他不觉得陆怀生会对他做什么, 这种信任可能基于他们的同学关系来的, 半夜的时候, 陆怀生也熬不住了, 坐在角落里昏昏欲睡, 他感觉难受得很, 他推了推江南, 商量道, 南南, 我们俩一起睡, 我保证不会占你便宜, 江南往里面躺了躺, 两个人很挤, 但好歹还是睡下了, 结果陆怀生反而有点精神了, 我能抱着你睡吗? 江南没说话, 陆怀生让他睡在自己手臂上, 两人很快睡了过去, 第二天, 图书馆管理员开了门, 两人才偷摸从里面出去了, 之后, 陆怀生和江南就成了互帮互助学习小组, 江南的成绩稳步提升, 两人也没干其他什么事, 就是讲题, 或者偶尔聊天, 和普通同学可能关系更亲近一点, 但更多是向好朋友, 陆怀生觉得江南不太喜欢他, 不太在乎他, 至少没他那么在乎他, 他看到他和别的男生说话, 心里会不高兴, 但江南基本不关注他的课余时间, 他没有安全感, 在江南心里, 学习成绩也比他重要, 江南出国后, 他觉得自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背叛, 他恨所有人, 他爸妈非要拆散他, 那他就偏偏要和他对着干, 所以他天天上热搜, 当明星, 但其实他心里其实是希望江南看到他, 然后回来找他, 只要他说他错了, 说他不该抛弃他, 他就原谅他, 他也希望能在他梦想的领域看到他, 他回国, 去了一家娱乐公司, 他立刻就让公司去收购, 把他派到他身边来, 他是嘴硬的人, 明明不想放手, 但嘴上却喜欢说些刻薄的话, 其实他只是想听他说他在乎的是他而已, 他早就不想做明星了, 他又不是真的想干这份, 他大学辅修了其他专业, 就是他爸妈给他选的路, 陆怀生和江南结婚后, 直接宣布了退圈, 一时间, 全网震惊, 连江南也震惊, 陆怀生道, 我要回去继承家业了, 他问江南, 南南, 你还要当导演吗? 我给你投资, 江南瞬间迷茫, 他已经被生活磨灭了理想, 理想是需要足够的经济去支撑的, 如果生活都没有保障, 其他都是白弹, 但他因为沾了陆怀生的光, 拍了那个综艺, 赚了够生活一段时间的钱, 他又迷茫了, 不过这件事不急, 陆怀生自己搞了个投资公司, 他也不是草包, 这些年, 他已经搞了很多投资, 收入颇丰, 比他当明星的性价比高更多, 而且他家里也是想要去接手公司的, 陆怀生对江南道, 南南, 我是希望你还继续跟在我身边, 做我的秘书之类的, 毕竟夫妻之间工作太忙, 还不定出什么事呢, 但他又道, 江南还是准备去试试他的理想, 毕竟他学了四年, 如果不去试试, 真的是浪费, 他也喜欢那种全身心都投入到一件事的感觉, 而且他看着陆怀生, 他就是他的底气, 江南从拍短片开始, 然后找本子, 拍电影, 陆怀生有时候在旁边陪着他, 南南, 不用担心钱的事, 看吧, 这就是找了个有钱老公的好处, 他们俩的生活各自回归到本来的轨道, 两人的关系反而更加和谐顺利, 陆怀生的父母这些年被儿子折磨得心理交瘁, 如今看他终于安定下来, 也睁只眼闭只眼, 什么都不管, 如此这般, 陆怀生和他们的关系倒是缓和了不少, 网上关于他们的信息越来越少, 最后直接删除的差不多了, 不过有时候被人偶遇, 他们两千着手压马路, 拍了照片发网上, 还是会勾起网友当时震惊的回忆, 生活如此这般, 就很好, 全文完。